中建岛位于哪里?如今建设的怎么样?一起来了解一下 中建岛位于中国海南省三沙市西沙群岛的西南端 东北面距华光郊西南约50公里 距永乐群岛的祖岛京青岛大约90公里 礼盘石宇69公里 距离西沙祖岛永兴岛178公里 北距海南岛400公里 正西距离越南的燕港330公里 它是西沙群岛的西南门和中国的领海基点 所属海域是远东通往东南亚的海上和空中要道 不同国际的山船、飞机、南来北往 周围又是天然的渔场 来自中国越南两国的渔船 产临在周围捕鱼作业 附近的中建盆地 蕴藏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 是油气勘探区 海洋石油981撞进平台曾在此勘探 这也说明中建岛所属的区域很重要 不仅仅是一个岛屿 而且关系到广大的海域 因此中建岛的地理位置优越 战略位置也非常重要 中建岛被很多渔民俗称落岛或半路制 现明是为了纪念1946年 中国政府派网接收西沙群岛的中建号军舰 与马尔代夫的岛屿一样 中建岛属于珊瑚礁 所在礁盘比较大 约7.5平方公里 但是陆里面积相对要小一些 只有1.5平方公里 长1850米 宽800米 而且由于海拔只有2米多 长期的风浪吞噬 使得如今的中建岛缩小为1.2平方公里 另外台风大潮时也常会淹没岛的大部分 展潮时中建岛只有两个足球场那么大 大约0.014平方公里 是低潮时的1% 中建岛是出了名的荒岛 火岛 风岛 沙岛 有着著名的四高两圈 高温 高湿 高盐 高日照 缺淡水 缺泥土 在夏季 普天地面温度高达60度以上 没有气氛英雄胆 修缮中建 白沙滩 艰苦着急的条件 锻炼得人钢铁帮的意志 1982年 中建岛纵火了第一颗椰子树 通过官兵们长期的不懈努力 有了很大一片绿化带 营区周围绿树成衣 吸压成群 瓜菜飘香 不过2009年的大台风 严重破坏了数十年的植树成果 2013年的两次超级台风 威力非常大 大风浪 吹走了大量的沙地 岛屿的面积严重缩小 令我们心痛不已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